第三千三百七十四集 长老们都劝小慧杀了他 斩草除根 但小慧看到这孩子就心软了 最后只是把他交给了一户 本能的苗族人家手养 定期过去探望 暗中检测他有没有修炼血巫术的痕迹 结果一年之后 他跑了 在他的房间里 他派出的人找到了他修炼血巫术 所用到的一些药物残渣 这件事一直在小慧的心中放着 成了疙瘩 因此日前在听说血巫室里死灰复燃的时候 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孩子 只是没想到居然真的是他 一切都是宿命了 也许当初自己就该杀了他 你看看我 那个当初被你不忍心而逃过的 一切的孩子如今长大了 怎么样我今日所为 没让你失望吧 金明你在重蹈覆辙 我当时放过你 是想让你做个好人的 没想到 好人 我有杀父之仇在身 却不去报 甚至与你们言和 加入法术界 这便是好人 小慧没有理他 他开始打坐调戏 加速恢复 好 先用他们来记齐吧 金明说完就低头继续做法 卢顶里的火焰逐渐加深 似乎在积蓄着力量 紫色烟雾中的重量 逐渐都撑不住了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三个法师一起出来了 都是法术工会的阿尔贤弟子 在逃避妖鬼追杀的时候 误打误撞 居然闯了出去 三个人都有点愣神了 然后自己才发现到了哪里 与那九个巫师几乎面对面了 双方都愣了一下 然后开打 三个法师冲了上去 金明转过身子 对着卢顶吹了一口气 精纯的蓝色火焰 化为了三束火光 分别冲向了三人 三人惊讶之下 双手结印 以节节阻挡 结果 只成了几秒钟 就被直接震飞了 从紫色烟雾的上空 直接飞了出去 重重地落在了人群 还砸倒了好几个人 三人都浑身浇黑 昏死了过去 众人悚然 这三个家伙 虽然不是一流强者 但实力也是相当不弱 是法术工会中的中间骨干 就这么一个照片 那个叫做金明的雪巫王 就强大到了这个地步 便在这个时候 张宇和任罗安 也追寻着那三个人的足迹 冲出了烟雾 愣了一下之后 也是选择了攻击 结果又是两道火焰飞来 两人准备稍微充足 持法及做法 立地为阵 但结果只是坚持久了一些 之后 也兴起了阵飞 好在最后罐头 两人嗅到了苗头 设法自保 于是被阵飞之后 没昏过去 但也受伤不弃 短时间之内 是没办法再战斗了 他吸收了旋速袖球的力量 飞到自己之地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的 小灰虚弱地说道 继续偷那条心 希望能够快点恢复 九个雪雾 炉顶里飘出来的烟雾 也是越来越浓了 汇辱前方的蓝色烟雾之中 里面的战斗更加的惨烈了 这边众多法师 却只能干看着 就算他们现在冲进去帮忙 也只是杯水车信 跟送死差不多 再说大佬们都进去了 他们群龙无首 也没人阻止他们去做什么 只能继续做法 抵抗悬缩绣球的灵力腐蚀 连自己都自身难保 不少人心中的负面情绪 开始涌现 甚至有那么一丝绝望了 后排的两个法师 突然站了起来 掉头朝出口奔去 干什么去 想跑 突然被一个戴着口罩的家伙 一手抓住了一个手腕 两人心中愧疚 恼羞成怒 干什么去 想跑吗 突然被一个戴着口罩的家伙 一人抓住了一个手腕 两个人内心愧疚 恼羞成怒 我们本来就是自发来凑热闹的 现在这样 没必要送命吧 是啊 你有本事你去啊 在这堵着我们算什么 那你们走吧 叶绍阳稍稍用力 真气从手腕买门 灌入两个人的体内 震碎了他们的气海 接着朝着洞口方向丢了过去 临阵脱逃 本来没什么 但这样丢下同伴不管 根本就不配做一个法师 叶绍阳生平最讨厌的 就是这样的人 既然他们没资格做法师 那就成全他们 叶绍阳从人群中走了过去 在众目睽睽之下 走进了血巫王的祭坛 你是谁 血巫王看出了他眼中的杀气 与在场别的法师都不一样 明望着他说道 吴家伟 叶绍阳打算装到了地 好在自己跟吴家伟体型很像 在场的人都没跟吴家伟打过交道 还是看不出破绽的 金鸣长鸡的野外捣鼓无数 原理法书记 派出的毯子什么的 打毯到的一些人名 也都是元臣 李慕轩这些 对吴家伟这个闭关十几年的老人 还真是头一次听说 但是在场那些法师都是惊呆了 吴家伟 这可是当年写进传说中的名字 人称天下第一件事 虽然这名头也让很多年轻人都不服 但知名度还是有一些的 虽然吴家伟身为鬼师 但仍旧被当成人类看待 叶绍阳早就用引气符 引去了体内的氧气 免得早就露出破绽 他先走到小辉的面前 问他感觉怎么样了 好多了 小辉望着他 他当然知道他是谁 你父亲幻想去 我赶着一下出口在哪 带你出去 叶绍阳于是蹲下 把他背在背上 朝着紫色雾气走了过去 众人打惊 这背上背着个人 敏捷至少降低一半 还要用一只手 托着背上的人 这还怎么打 你们都出去吧 在这里碍事 我来搞定就行了 叶绍阳回头对众人说了这么一句 走进了紫雾中 袁夕一看强者早就不知了 四面都是数不尽的强大邪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